東鐵來往旺角東和紅磡的列車 今日全日暫停 以便進行新路軌接駁工程 港鐵提供免費接駁巴士 來往紅磡和九龍塘 旺角東去紅磡的東鐵停駛一天 旺角東站變成終點站 早上乘客不多 往紅磡方向月台扶手電梯通道 落鎖大閘並且有告示 不過有乘客說指示不清晰 其實不知道這裡是終點站 不知道啊 在紅磡站 閘外也有告示 有趕上班的乘客去到車站才知道 我也是在樓下聽到廣播 然後就上來 然後就問他們怎樣去 然後就給我一張紙 叫我轉左手邊找車 紅磡站外面 有免費接駁巴士去九龍塘站 港鐵人員在場指示乘客 港鐵安排了雙層巴士和旅遊包 作為接駁巴士 每2至6分鐘的班車 由九龍塘這裡開車 巴士站的人流不算多 通常是巴士等人 今天用八達通搭東鐵線去九龍塘 可以轉乘免費接駁巴士 打達紅磡之後 轉乘西鐵也免費 如果搭西鐵線去到紅磡也免費 轉接駁巴士去九龍塘站 搭東鐵線 出閘也不夠錢 用單程票或匯票在九龍塘出閘 就要用指定閘機 為了配合紅磡站伸延過海 去到匯展和金鐘的路軌工程 今年旺角東來往紅磡站的列車 會有10個星期日停駛 武士電視機者 德文康報道